尹納瑞拉總統馬道羅指控美國總統特朗普是政變事件幕後總指揮 並且展示聲稱是合約的文件 馬道羅展示文件上的簽名說其中一個簽署人是反對派領袖瓜伊多 另外亦有美國人美軍特總部隊前成員古德羅的簽署 記者會上插播當局盤問34歲美軍前特總部隊成員登曼的片段 他承認受到古德羅招攬訓練士兵 策動軍事政變和綁架馬道羅 馬道羅又透露當局再拉多4個人 另外2個美國人至今合共有17人被捕8個人被殺